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反對立願劍賣教師權益 如果我們沒有把我們的聲音再發出去 很有可能在今天莫名其妙就通過了這個惡法 受影響的私校教師 不管是大專的還是國中小 中等學校的 差不多有六萬多人 他的薪資將可能被台積化 比原來國家應該要保障我們的教師待遇的精神 已經完全被 台灣幾十年來 關於教師 不論是在大專 高國中小各級教師的待遇 都是透過各式各樣的不同層級的命令規則 乃至於地方政府各自的規定 去規範教師的待遇 換言之 台灣數十年來關於教師的待遇並沒有一個法律 數十年來 私立學校教師的待遇 因為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 換句話說 這個施行細則是教育部自己訂的 不是立法院制定的 讓私校教師的待遇 等同於公立學校的教師 結果今天把它法制化了 是希望全台灣不分哪一個層級的老師 不分公私立學校都有相同的保障 結果在這個條例裡面 竟然讓私立學校的老師 在德這個字的改變之下 在未來不需要跟公立學校一樣 教育部昨天說明說 加上這個德 原來私校法施行細則 是准用的這兩個字 叫那個德跟過去完全沒有差別 完全沒有影響 就一個法律系的老師來講 我完全無法理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第一 如果跟原來完全沒有影響 請問為什麼要加上這個德字呢 原來的嘴用不好嗎 加上一個德字沒有任何影響 那幹嘛加呢 第二 你可以問任何一個法律系 一年級的學生 就會告訴你 德 這個字是一種裁量規定 很多的私校都已經運用 錯誤的違法的辦法 把私校老師的薪資砍掉了 即便在有私校法 私情細則第三三條第四項的保障之下 私校都敢這樣子幹 教育部難道不清楚 這個私校跑現在一切都在向前看嗎 第二個例子 過去老師的終點費 教師的終點費 公私立學校是一樣的 當去年行政院調整終點費的時候 教育部就說只有公立學校的老師有 私立學校的老師沒有 我們已經看到 教育部整個立法的方向 就在於切割公校跟私校 台灣的這個私立的大專院校 他的董事會的結構組成 還有他的體質 還有他的思維 其實是不是把教育擺在底 是不是把教職員工當作他們自己的工作夥伴 我想這個大家是很清楚的 尤其是這幾年來的風氣 是越來越往逐利導向在走 尤其他們口口聲聲喊著這個少子化 面臨這個樣的趨勢 那更加 然後眼看著這個教育部好像是 好像是放任他們不管 所以他們就更加變本加厲的 這個為所欲為於居於居 那比較這個處境艱難的私下 乾脆就惡性倒閉 從這個新自由主義的這個風潮 吹上台灣之後 台灣的整個教育系統 就開始朝向了市場化、商品化在走 那他們從一個單位的經營者 企業的經營者這種公司化管理的思維 帶進來之後 他們也學著跟一般以利潤掛帥的機構 也是同樣的想法 他們也開始想要提高收入 要減少支出 像我是堅克老師 堅克老師說穿了 他就有點像是一個外包的派遣的工作 就是說你砍掉了他除了時速終點費之外的 其他的勞動條件 那我覺得這樣 當我們看到堅克老師的狀況 越來越多、越來越龐大的時候 那其實說穿了就是 集體的學校他在降低他的勞動成分而已 那這跟我們看待在一般的工廠、製造業、服務業 其實是一樣的 我們在各式各樣的 不管是資源的分配上 或者是說我們打算要放任這個市場自由競爭 自由競爭說穿的就是 不斷已經不斷的壓低勞力推薦 那我覺得當教育已經成為可販賣的商品的時候 其實他在本質上沒有太大的差異 當什麼都可以販賣的時候 我不認為教育可幸免 這樣的一個浪潮 那但是至少在現在公司裡的老師 大家都集結在一起 那我覺得能夠想盡辦法抵擋 而這個抵擋的過程裡頭 讓這些教師也有受僱者的意識 然後勞工的意識 然後甚至於因此而可以 教師還可以串聯到其他的勞動 勞動的領域裡頭的功能 那我覺得這種他意義是更大的 按讚